这是今年10月13号火灾过后的情况 其中一户还是林长家 只见整个屋子里头焦黑一片 家具衣物全都烧毁 当下清洁队也协助清理 留下焦黑的四面墙 东西几乎全毁 再加上光复街 七项里头居住的 都是比较弱势的家庭 所以公所及市府社会局 快速合发救济金之外 各界也发起募款 狮子会就有26个分会一起做爱心 说真的从小到大也很早做这种有爱心的活动的事情 那第一次做 让我的心情真的是满既开心又紧张 那希望说以后有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多多来去办这些公寓活动 新北地区还有嘉义同乡会 那山路关乎协会 那还有我们系纸的黄氏中庆会 跟食材神庙 那大家一起来就我们10月13号 官户街 那我们有一个火災的两个受災户 那大家募资 那集资 那希望说他们能够重建家园 那也顺便 那提供一笔资金 那来协助他们 在往后的生活 那能够区域稳定 西子的一些白云石材神庙 还有房市中庆会 还有嘉义同乡会 还有我们新北市 300V1区域有26个师兄 会先人会长通通过来做 这种寒冬送软的意义 我们觉得非常好 11号上午西子区公所举办捐赠 救济金仪式感谢各界爱心 并且将救济金交给两户 受灾户的手中 希望协助他们度过眼前的难关 这次包括 私子会26个分会 以及4个社会团体捐助爱心 其中包括西子在地的 白云石材神庙 及皇室中庆会 都一起捐助爱心 这也让受灾户好感动 感谢你们大家 各界捐助救济金 希望帮助受灾户 渡过难关尽快的重建家园 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这程慧玲 西子猜宝报导